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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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源源剛義的創辦人 我叫James 其實我們已經是第三代了 我們分別從我阿公那個年代就開始做 已經做了大概從那時候1964年到現在已經52年53年的歷史了 我們也面對大家同樣的問題 可是我不想要再一直講說景氣不好或是看著別人 有很好的機會我們去放過 我們先大概介紹一下我們的一個產品 我們的產品早期 甚至有些員工或是家裡面還有一些鍋碗瓢盆 或是一些茶壺 那這個我們都已經停產了 那現在在大陸才有這些東西 那這是我們早期的產品 到後來還有創立的一間塑膠公司 對 那 現在到我爸那個年代的時候就開始做轉做外銷 那我回去做的時候開始轉變 接比較高單價 在國外有做一些品牌的一些客人 所以我們的一個垃圾桶在法國可以賣到2萬多塊 對 那就是 對 那我們今天 我比較不想要講那麼多的一些關於技術 因為我們像技術有那個金屬中心或是工業院 他們都很厲害 可是我想要強調的是重點是觀念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台灣不是技術或是品質不好 那我覺得是觀念需要去改變 要多接受一些年輕人的想法 那大概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起初回到公司的時候 我只是想要改變我們公司然後轉型 然後讓公司可以再持續的做了50年 可是後來慢慢發現開始接觸這個行業以後 慢慢覺得可以去影響更多的人 怎麼說 因為不鏽鋼它是一個可以用很久的材質 那我們想要透過產品 然後去設計 然後讓大家真的可以去使用到 對 那我大概介紹一下我早期 其實我也不是做設計的 然後我是玩音樂的 然後我也出過一張EP 然後我現在把我所有的創作的能量 都投入在設計上面 那當時候也到了英國去念書 因為英文很爛 然後我們就要做這種國外貿易的 想說我應該要把英文學好 然後至少會講吧 然後跟外國人可以溝通這樣 然後後來就到了英國 然後開始自學 認識了我們室友 他是那個工業設計系 然後我想說我去考什麼RCA 可是結果我連雅思都考不到6.5 結果我還是回去自學好了 然後後來畫了一些什麼小雞之謎圖 然後我把一些 我的idea什麼都把它畫出來 然後遇到了一個貴人 就是唐朝設計的那個胡老師 那個胡佑忠老師 那他到我們公司看了很多的一些產品 那時候就買了一台3D聯繫小小台的 然後他就來看我的作品 然後他滿有興趣的 那他就鼓勵我說 他覺得是有天分的 所以我覺得讓我在 從以前玩音樂到做設計這個 我覺得原來我是可以做設計的 我可以去做這一塊的 對 那就開始服務了很多的一些國外的品牌 包括像那個薩姆斯啊 伊利特啊 那個瓦馬哈比特 然後最近還有接一些就是 像星巴克的一些案子 對 那到後來就是前年吧 那時候就是去參加那個阿里巴巴 那阿里巴巴在裡面也擔任了就是 關於就是關鍵字啊 的一些講師 P4P或是 網鋪怎麼操作阿里巴巴這些東西 那時候就是整年都在忙阿里巴巴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還有一次跨年的時候 大家都去跨年業 然後我為了就是拼什麼 他們有一個活動什麼十大網商 那我為了就是哇 我要去得到這個獎項 所以跨年業我時候還在工作一直做 我做到晚上的時候 跑上去樓上看著電視自己在那邊倒數 五四三二一 我覺得那時候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 一個經歷 那到去年4月的時候 我離開了我們家族的產業 因為很多的原因 包括就是可能一些觀念的一些問題 我想要重新去整合 然後我把我所學的東西 我把它帶出去 然後我在外面自己 成立了一個圓圓剛藝團隊 然後開始找設計師 那就開始做圓圓這個品牌 那我想讓大家介紹一下 我圓圓的品牌大概是 目前的狀況是怎樣 然後後面就是講說 品牌到底我的認知是該怎麼去做 給大家一個參考 那我們的公司 我們圓圓就是這是我們的公司 然後我們從設計怎麼去結合製造這件事情 然後真的去把它落實 那我目前圓圓剛藝的團隊有四個人 那也有兩個工業設計師 那我們圓圓做的東西都是比較極簡的 那大家如果有看過無印良品的東西 應該有看過它是很簡單 不過它創造出另外一種價值 那這是我前幾個月發表就是可能 加減成熟這個概念 加了就是一些 我們在產品上面加一些小巧思 那減法就是減掉一些不必要的 然後更簡潔真的實用的 不會退流行的東西 然後把使用者的放大體驗更提升 然後找到一個合理的一個價格 那更特別的是這個概念 目前跟蠻多廠商 有合作的大家有興趣 就是一個替代性的方案設計 因為剛剛有講到像現在 空污跟環保議題非常 大家都很重視 那其實圓圓其實就是很重視環保這個區塊 可是我們不希望它只是一個口號 所以我們想要從 把像是我舉例就是一個飲料杯 那怎麼讓大家真的把這個飲料杯 帶出去這件事情 我們要從我們的設計去下手 那就是我們的可能一個巧思 可能透過活動啊 然後之前還有做過一些木質 然後我們就是把這個牆面 形象牆做出來 對 那我們就用一個簡單的圖像 就是可能兩個人 然後他重視到一個環保 然後就是開始做這個東西 那我們四次角色是橘色嘛 然後慢慢的去影響那個 白色的人變成一個橘色的人 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有一個就是講說 地球上的資源不是源源不絕的 那我們叫源源嘛 但是我們的創新跟價值 我們是可以一直把它傳遞下去 是可以源源不斷的 那大概介紹一下我們現在設計的一些產品 就是從 膠岩罐 濾架 垃圾桶 然後還有這個便當 便當盒 那這個膠岩罐 它的概念就是利用就是 重力然後360度 你只要手拿起來 然後搖一搖就可以 把那個 胡椒眼都把它掉 就是從外圍這樣掉出來 對 它是運用這個重力 然後這時候做這個膠岩罐的時候 工廠 我也是親自去驗貨 那時候還有募資 然後那時候上去的時候 我打掉了400多隻 那 那下去的時候我爸 直接拿一個東西丟我 就說 這樣沒有一間工廠可以幫我做 然後我就說 我就是要做給你看 然後我真的打掉了400多隻 重新 驗貨 然後驗到全部我滿意為止 然後再出貨 給我們那時候當時候募資的那個贊助者 那這個是咖啡的那個濾架 它簡單就是3秒就是可以折疊 它是屬於一個戶外型的 一個結構 那這些從剛剛看到到這個濾架 都是我們的專利 那再來就是一個垃圾桶 那未來剛剛還有看到像一些飲料杯啊 我們想要去推廣的一些事情 一些事情 有價值的事情 那膠岩罐也在去年的時候得到了那個 德國紅點設計獎 然後在去年年底的時候也得到那個經典設計獎的最佳設計 那就是有一些我們去領獎的一些 找片 那剛剛有提到說我們膠岩罐在折折上面平台 募資募到差不多沒有很多啦 差不多79萬多 然後也幫助了我們順利的把這個產品正式的量產 然後銷售到 目前就銷售到台灣 那後來得到了蠻多的一些迴響 然後像一些design一些雜誌的一些曝光 那早期本來那個封底的那個雜誌 那個報價給我說可能要十幾還二十幾萬 然後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得了一個獎了以後 瞬間就說我免費幫你看登就好了 就不用錢了 所以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那目前我們實際上在零百貨或是 台北啊松菸那邊還有網路的一些通路都有我們的點 那我們也還在努力現在慢慢推廣到國外 讓大家 讓更多人能看到我們台灣的一些產品 那包括剛講的那些環保啊設計那些理念 那個設計牆是我 我們未來要慢慢去推的一個目標 那我們召了實習生 那我用的人全部都是年輕人 我不請很資深的人 因為他們都會有一種被綁住的框架 舉例來說就是 資深有些資深設計師 他一開始就已經預想好說 這東西能不能做 那能不能做他一開始已經想好 這下做出來的東西一定會完蛋 所以我們設計師做出來的東西 應該是讓我們工廠去突破 而不是還是要叫設計師去改圖 所以我們工廠就是一直保有這樣的一個競爭力 我們要一直去突破 所以我們一個產品可能都要花差不多一兩年的時間 那這是近期有跟Unipop他們合作的一個案子 那最近還有在台南 這是台灣設計長在台南 那這是唐朝設計他們主辦的一個場館 那我在這個場館 我覺得在台南辦這個台灣設計長我覺得很棒 吸引到很多的人 然後整個規劃我覺得都很好 但是我發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 我朋友他們也有進去展 不過從一個工廠到一個設計 這樣媒合起來會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他媒合完做出的一個東西很棒 可是接下來呢 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做 那慢慢的 他們我覺得應該要有人去思考重視這件事情 怎麼真的幫助到傳產 而不是只是跟長官交差 我做一個東西 媒合一個東西 然後出來 然後放在那邊 就沒了 接下來呢 傳產還是一樣啊 完全沒有變 所以我覺得這是需要重視的一個問題 那近期我們跨界 就是除了設計以外的一些平台 網路平台還是一些實體同路都沒關係 我們跨界跟關於做料理這件事情合作 就是愛料理愛Cook 然後他們就是他們這個平台很棒 然後會發一些食譜 那客群都是一些媽媽們 那在前上個月的時候 金馬頒獎典禮 那我們交演館是那個導演跟那個演員的那個貴賓禮品 那除了這些就我剛剛說 我想要改變生活 影響生活 一些大小事情 那跟大家一起做有意義的事情 從我們員工到老闆地 還有整個公司 那大家覺得開始推這種 喔 環保這種議題 不是口號的時候 在設計 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會有所一些成就 大家會覺得喔 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這才是一個真人價值 那這是我們 剛剛有提到嘛 又運用一些政府的一些資源 然後我們做了一個網站 然後請了申請了一些補助案 然後剛好有過 然後我們就自己設計一個網站 然後我們不想要只是口號 所以我們的網站上面 可以許願 可以投稿 然後看你想 你想要我們做出什麼樣的東西 跟消費者有一個互動 好 那品牌 講那麼多品牌到底 我覺得該到底該怎麼做 除了就是技術那些 觀念到底怎麼樣才是正確的 好 我覺得品牌它是一個 redesign 不是只是一個redesign 重新做一個設計的產品 然後永遠在比功能 然後UX UI做視覺 然後視覺做得很美美的 就是一個品牌 完全也沒有任何的一個服務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 品牌應該要去重新定義 包括創辦人 還有 那這整間公司 到底它要呈現的是什麼 它是誰 它從哪裡來 它要往哪裡去 我覺得是很重要 包括給員工的指引 都是很具體的 所以我覺得做一個產品 做一個品牌 絕對不是只是redesign而已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redesign 那我們來看看賈伯斯怎麼說 現在的企業 現在的企業 loos起了1.5% 最好 的озд陷入世界 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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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 哪些 它們 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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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 控制Suppered from neglect in this area in the last few years. We need Wayback. The way to do that is not to talk about speeds and fees. It's not to talk about Nip's and Megapit's, it's not to talk about why you'll better than wins. The daily industry tried for 20 years to convince you that milk was good for you. It's a lie,but they tried anyway. and the sales were going like this and then they tried dot milk and the sales were going like this dot milk was even top of the product and I got to focus on the absence of the product but but the best example of all and one of the greatest jobs of marketing the university has ever seen Ninety sells a commodity they sell shoes and yet when you think of 90 you feel something they don't ever talk about the club they don't ever tell you about the air souls and why they have the new box air souls what is Ninety is going to be done they honor great athletes and they honor great athletes that's who they are that's what they are about 好 相信很多人可能有看過這個影片 那我想要傳到的就是 品牌他不只是在去講一些工人 那像台灣有很棒的一些品牌 不過他永遠在講工人 永遠會有人做得比他更好 然後更便宜更好用都有可能 那我們想要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得更極簡 那這個東西未來像五年十年後還真的可以使用 真的被使用到 那Nike也絕對不會說我Nike就是賣鞋子布 他包括未來就是像Anderamo或是Idea 他們都是仿向Nike去歌頌一個偉大的運動員 包括現在很多洗衣精的廣告尿布都是一樣的 他去歌頌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就是媽媽這件事情 然後得到很多的回想 那就是才能讓人家知道說 而我這個品牌到底是想要傳達是什麼 而不是說他鞋子很好穿 那功能多強大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長遠做一個品牌 他是一種信仰 從認識認同到忠誠 那從認同到忠誠這個分數 可能要花很長的一個時間 那也很多的品牌可以去參考 那我覺得台灣其實也很會做品牌 其實可是都做什麼品牌 做這個宗教品牌很厲害 對 師傅嘛前陣子也很流行 那做宗教品牌很厲害 因為他們有一個信仰跟一個價值 為什麼產品品牌不能做到這種程度呢 那國外的品牌都在講價值形象 像H&M跟那個最近也開蠻多間的Net 那可能Net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H&M價錢為什麼會比較高 那花很多去做的價值跟形象 那台灣品牌一直講我們品質 我們技術多好 那又怎樣了 對 都永遠把形象跟價值放在最底地方 那我覺得自己想要做什麼 能做什麼想法就是很多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要去分辨什麼東西 你不該做要去取捨 不該做其實很難 有時候要做一個決策的時候 你會很兩難的時候 你該怎麼做 那我舉例兩個品牌就是 像剛剛提到無印良品 你看無印良品的東西都很簡單 那價錢可能又偏中高 可是你看到東西完全沒有coating 沒有任何的印刷或是烤漆什麼東西的 它就是呈現原始材料的一個顏色 如果當他今天做了coating還是怎樣 這個品牌就完蛋了 所以他們知道什麼東西不該做 那剛剛還講到一個Toms Toms他就是one for one 然後我們在台灣會買一雙鞋 然後可能比較落後國家的小孩子 可能就會得到一雙鞋 那如果當人家查到說 他並沒有這麼做的時候 這個品牌也會完蛋 所以他們都很知道 他們品牌的特色是什麼 他們價值是什麼 他們想要傳達的東西 要給消費者是什麼 我覺得要找到這一點 那觀念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不好意思 這個剛好沒有刪掉 就是 之前我去拜訪 就是早期的時候 拜訪一些客戶到台北 然後其實都沒有什麼人理我 只有就是可能跟我們家比較好的 那個貿易商 然後 可是我現在覺得慢慢不一樣了 以前去簡報的時候 大家看到我們 那就是一個小屁孩 這邊的簡報什麼東西 然後聽一聽也是這樣 想要算的 也沒有任何的合作的機會 那現在慢慢我們有所成長 大家看到我們的堅持 我們 我們的方向在哪裡 所以我們現在去提了簡報 大家 就是反應都很熱烈 當然也有比較 不OK的啦 不過 你跟他講完 他的反應跟以前不一樣 他就會很開心 喔 原來台灣還有人 有這麼棒的一個品牌 那我們就 其實我們就會覺得 哇 我們一直在做對的事情 那 雖然還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 那 我希望能跟大家一起交流 OK 那結論就是 剛剛提到 就是沒有最棒的選擇 以前我也不是做設計的啊 然後就是 但是一定會有最棒的經歷 然後不要再講功能 視覺 炫技 知道自己想做 什麼不想做 對 然後先談核心理念 再來談我們的一個產品 那 不要輕易懷疑自己 堅持做就對了 謝謝 謝謝